两系车户都跟医院有关系 画面中有一辆计程车 他正要缓缓的前进 结果一名男子 他也没有注意到后方有小黄 越走越偏越走越偏 结果就被车子给撞上 瞬间倒地 幸好小黄司机有紧急踩刹车 差点把人给撵过去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今天早上 11点多的台中荣总第一医疗大楼的门口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在台中的台湾大道还有中明南的路口 则是发生了救护车与机车插撞的事故 当时一辆民间救护车正要左转 明底闪灯经过路口的时候减速 一辆机车骑士 乍车不急直接撞上 幸好这名女骑士只有手脚的擦错伤 旧衣没有大碍 只不过同样一个路口 在今年7月初才发生 也是救护车和机车碰撞的事故 没想到月底又发生了一件 警方表示双方九侧值都是零 也会进一步厘清赵泽 不过也呼吁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也是希望这个驾驶人要多加的留意 确保安全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